各位,我们常认为自己的过去有很多失败的地方 也许直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这些失败的思想、眼光和做法里 然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这些失败 人认为的失败往往是人所感受和意识到的事 但是,上帝的祝福很多时候是人意识不到的 就如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各位,在你以为的失败中 你要明白,神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也是未曾想到的祝福了 那么,你要从何得到这句话的确据呢? 那就是,你要接着神应许的圣灵 重新认识祂在你身上的工作和引导了 我们看使徒行传那里 在主耶稣升天之前 祂在一章一到五节告诉门徒们说 提亚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接着圣灵分部所拣选的使徒以后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过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各位,其实当时使徒们也失败过 他们在主受害之后都逃跑了 且他们在主复活后 也继续怀着挫败与无力感 但是,总认他们在这样的状态下 主仍是在门徒的失败中向他们应许了圣灵 引导使徒们从种种的失败与无力感中走出来 直至主要如何使用他们一切软弱的条件了 但是各位,何为神所应许的圣灵呢? 那就是被圣灵浇灌,也就是充满了 但是圣灵充满不是一种感觉化 一种精力化,或者一种利益化 圣灵充满是让人能够很清晰地知道神所喜悦的事 也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圣灵充满是有根基和实底的 那这样的根基和实底在哪里呢? 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和充满,是必定从一切耶稣所行所教训的而来 这也是今天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 所谓耶稣所行所教训的,其精益就是十字架了 主耶稣虽然一生做了很多的事,行了很多的神迹 但是他所做的总归只有两样 那就是凡事听从不神,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这显明了他完全顺服,以及完全与世界分别为圣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恨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各位,凡事听从,完全顺服,完全与世界分别为圣 是圣灵感动与充满我们的根基了 倘若没有这样的根基和实底,圣灵的感动就是虚的 一遇到问题,马上就会进到挫败感里了 所以,我们要追求有根有基的圣灵感动 才不会继续留在失败里 那另外,在主耶稣应许圣灵的时候 他也将自己活活地显给所拣选的使徒看 所拣选的使徒,这句话用在今日的我们 就是被蒙召的儿女了 但是,虽然今天很多人认识耶稣 却从来没有与上帝发生过这样父子妇女的关系 我们上个月刚过圣诞节 有很多人唱了关于耶稣的圣诞歌 但是,却不是每个人心中都对自己是上帝尖宣的儿女有确据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与父神发生过关系 主耶稣基督是圣诞节的主角 但是他们要的不是耶稣本身 乃是耶稣给他们外在的祝福 开心和顺利等等 所以各位,我们要被圣灵感动和引导 除非我们的心里有儿女的心 与神和好的心 而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受刑罚的心了 然后,在主耶稣讲到圣灵降临之前 他用了四十天之久 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了 什么是神的国呢?简单来说 就是耶稣做王的地方 主耶稣在我们信徒的心灵之中做王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 如家庭、智场以及任何的现场做王 在这些地方,若你能够把主权交给主基督 你的楚世代人必定会显出基督的美德 这就是圣灵的大能、展显的地方了 然后,人蒙恩、信主、得救、得医治 甚至主的子民被召集的事情也必会发生 所以各位,这些就是主应许圣灵的工作了 各位,我们或许都像门徒一样失败 但是主已经应许圣灵了 愿主使我们能够领会祂的话 不但不继续留在失败里 反而会看见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祝福 就像门徒一样 不管是什么条件 神要借着你的生命 成就祂又大又难的计划了